有一個48公斤的女生 她還是想要減重 她正餐都不吃 但是她就 那宵夜的部分 就是會吃泡麵 洋芋片等等的 結果吃 然後不知道哪裡聽來說 吃紅酒可以幫助燃燒肚子 所以她睡前 就喝了兩大瓶 結果從48公斤 一直胖到55 大概半年內 就是越減越肥 那我相信大家其實半夜 都會很想要吃一些宵夜 那不瞞大家說 我就是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到底要怎麼健康吃 那如果你是 先看你的體質 如果你是這種 宵夜失控族的人 那我建議你 你其實不要飢餓的入睡 因為越餓的入睡 反而研究發現 你的飢餓素會增加 那受體素會下降 那我會建議你在睡前 你吃要吃食物 但是是一小份的蛋白質 大概150卡以內的 那你可以吃像 這些其實都是滿好 或是你喝一個 有一點蛋白質 那你反而是比較好入 所以隔天呢 其實你的肝臟 也是得到修復 因為失眠反而更容易 那如果針在裡面放 控肉 你 是多喜歡控肉 對啦 放一點蛤蜊OK 是可以的 是 那如果你是第二類的 這種族群 就是你身體在慢性發炎 那怎麼看你是不是 慢性發炎 你就是常常會有 或是你覺得身體很勞累 還有你併用三高的人呢 那我就會建議你 真的是要大量的蔬果的植化素 這些呢 先幫你抗發炎 那我這邊就是提供一個 彩色的蔬果凍 大家可以試試看 蘋果也切丁 還有那個 這個 對 水果 柳橙 對 柳橙 蘋果這些 那其實像這樣子橘紅色的 它裡面有很多 BETA胡椒的果凍 可是宵夜誰吃這種東西 這樣 衛生蜜蜜蜂酸的 對 它是酸的 我會建議你就是在飯後的時候補充 不能晚上宵夜吃 對 因為很多人其實他是不喜歡吃蔬菜 尤其是小孩 那我就會建議說 你就把地瓜葉 胡蘿蜜這些打碎 然後做成吉利丁 簡單一個小的這樣的東西 讓你有一點飽足感 又可以抗氧化是滿好的建議 我瘦子 沒有沒有 我之前也曾經胖到六十公斤 我瘦都這樣 因為我之前就是去西班牙 交換學生 然後西班牙人的飲食 那個時間 因為跟台灣實在太不一樣了 譬如說 我們中午十二點吃中午飯 他們兩點才吃中午飯 對 他們很晚 然後我們可能六七點吃晚餐 他們是十點 十一點之後 才會吃晚餐 那我那時候在西班牙念書 我就是住家庭 所以三餐你只能跟著 那個那邊的家人一起吃這樣子 可是問題就在於 中午十二點的時候 我已經很餓了 但他就是說兩點才會出菜 那我說我中午十二點 我就會先跑出去吃一頓 然後兩點回來 又跟家裡的人一起吃 然後晚上到了六七點 我又餓了 我又跑出去吃東西 然後十點 十一點 他們那個又吃晚餐 然後我又跟他們一起吃 所以本來兩餐變四餐 變午餐 結果還有早餐 結果我在西班牙半年 快速的直接從原本四十四公斤 一輔到六十這樣子 十六公斤而已 那還那麼多 應該是妳喔 那是我啊 超肥的 而且還站在餐廳前面 超肥的 那時候是肥到 媽媽來西班牙找我 然後認不出來 是不是 這是妳的宣傳嗎 好可憐 好可憐 變超肥的 那時候真的是我媽來找我 然後我去機場接她 然後我就站她前面 然後她就這樣 妹妹怎麼還沒有來啊 可是我就站在 離她很近的地方 她是真的沒有認出我 所以那之後我就知道 大事不妙 我就想說跑去買體重計 因為我住的家庭 是沒有體重計的 我自己跑去買個一樑 就傻眼 然後想說 死定了 一定要在那個回台灣前 絕對要想辦法瘦下來 反而不然回去我就覺得很難看 所以那時候在西班牙的時候 就開始嘗試一些 比較不太好的減肥方式 譬如說 一個禮拜只喝牛奶 然後還有喝過一個網路上 大家流傳什麼 叫 我也有 不是 對 茶都會有這個 然後就是一個禮拜七天 只能喝那個湯這樣子 反正就是 然後還有去什麼藥局 買什麼喝的 可以烙賽的什麼花茶 吃了這麼多方法之後 就是吃的中間 可能都有收一兩公斤 但是一旦恢復吃東西 立刻秒胖回來 而且重點是那時候 因為我有去量體脂那些的 原本一開始 雖然說我那時候六十公斤 可是我體脂其實可能二三 二四 沒有到很高 結果我試了那些減肥方法 完之後再去健身房量體脂 我體脂 然後就想說怎麼會這樣 對 就是很誇張 後來還是老老實實的 真的也是去健身房 然後就是上課 然後瘦回來 然後那時候還有 除此之外還有那個 後來回台灣之後 就是三餐正常吃 然後就是媽媽煮什麼吃什麼 但就吃很健康 然後絕對不吃零食 不吃甜的那些 然後就是只吃三餐 然後運動 慢慢健康收回來 但是瘦回來的時候 大概四十七四十八公斤 然後後來過不久 我就跑去上節目 上那個大學生 然後那時候節目 就很多那個女生嘛 可是我四七四八那時候 覺得好像還OK 可是節目上的女生 都才四十一公斤 或是四十公斤 三十九 妳又快瘋掉了 對 我那時候想說 天哪 我又變成一個胖子 然後那時候想說怎麼辦呢 然後因為也覺得 西醫那個西醫減重感覺 好像不太健康 只有那時候朋友 同學之間就很流行說什麼 有一家中醫減重 很有效什麼的 然後不便宜 去一次還要三千五百塊 然後那時候還是學生 其實也沒什麼錢 拚了 對 想說為了要瘦 就是跟其他女生拚了這樣子 那個中藥呢 我一天一餐 餐前要吃二十五顆 就是它是二十五顆膠囊 妳吃好了嗎 對 我那時候是每天 而且一天就等於吃七十五顆 所以我每天餐前 先吞完二十五顆中藥膠囊之後 我本來就吃不下 因為都把那個膠囊打開 會不會裡面其實是空的 其實它是心理治療 對 然後重點是後來還 因為都是只吃膠囊 然後就吃不下飯 後來我還 腸胃也被送醫院這樣 超水的 胃裡面都是膠囊 是垃圾掩埃腸 對啊 好可怕喔 不過我說真的 像剛剛羅伊塔這樣講 亂減肥 體脂真的會掉 那很可怕 對 因為其實我們 我們常見的真的就是 像剛才講到 包括單一食物減重法 或者是蔬果餐減肥法 或者是比如說 完全不吃蛋白質 完全不碰油 其實你會發現說 短時間瘦 都是脫水跟肌肉流失 但是等到所謂的恢復 一般的飲食之後 它的油又回來 而且那段時間會覺得 每天都很累 對 只是蘋果的時候 每天都常常在冒冷汗 對 因為你的肌肉一直在流失 其實我們的免疫功能 也會受到影響 我這邊有個例子 一個業務經理 幾乎每天都在應酬 那所以他的飲食習慣 就是會都會 都在吃外面的餐廳 都變 就是在一年來就變胖 那其實在外商公司 他們都會定期檢查 他去年檢查 其實他血糖是106 所以醫生有其實有跟他講說 你想稍微高一點點的 可是他這是 今年在檢查的時候他嚇一跳 他血糖變成300 那這時候體重從60公斤 從去年60公斤變成現在80公斤 他講說 那會不會是因為家裡面有遺傳性 那他就跑來 我門診 問我說怎麼辦 可不可以不要吃藥 我說現在血糖300多 太高了 糖化指數測起來是9點多 正常人是6以下 太高 我說你短期之內3到6個月 一定要先吃藥 然後搭配飲食去控制 那很大關鍵是在於 他還是業務經理 他不會因為這個問題 他就辭職 那他每次去運酬 回到家的時候 他自己會驗血糖 驗起來血糖都還是300 400 我說那這樣真的很糟糕 那我們一定要針對這樣子 去做調控 所以像糖尿病藥裡面 有很多種類 其中有一種是抑制電粉吸收的藥物 之後再過了半年 他其實血糖也都降下來了 那體重也瘦大概瘦了15公斤 還多了5公斤 我就跟他說 我們可以試試 把藥物慢慢減量 那所以請他飲食上面 一定要很確實的控制 然後跟運動上面做 然後這樣的話 他在之後把藥物停掉的時候 血糖控制還滿不錯的 是 其實每次講到減重 大家第一個就是 拒絕的決定就是 像剛剛一軒包括講的 低帶 低糖 其實減重的過程中 再次強調 可以吃澱粉 只是你的份量跟 量跟值都要去注意 像跟大家分享 之前遇到一個病人 他就是直播主 他大概就是每天 大概12點就要開始直播 晚上12點 然後可能直播到2點 所以其實他晚上 大概正常來說 都是凌晨4 5點才睡 然後睡到隔天 可能中午12點 1點 然後起床吃他的第一餐 可是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經驗就是 有時候其實坐席顛倒 他其實第一張起床的時候 他會沒什麼胃口 對 所以他就說 我可能就喝個咖啡 或喝個牛奶 就當作第一餐 對 然後第二餐 他就大概4 5點傍晚的時候 又還沒有到人家吃晚餐的時候 又來 然後他自己本身 很愛吃就是澱粉類 而且他有概念 他說越晚越不要碰澱粉 所以他常常就會在4 5點的時候 吃什麼蛋糕 車輪餅 蔥油餅 早上把它吃掉 對 麵包 就在這個時間把它吃掉 然後等到他準備要上工 11點之前 大概晚上10點左右 他就會吃什麼 他想說今天還沒吃到蛋白質 他就會去吃 買鹹酥雞 炸菌 這些 他說要均衡 但是他完全沒有想到蔬菜水果 這些東西 所以他就像日復一日 他才21歲 而且他身材其實 他大概170公分左右 但是他的體脂率 真的就像跟益軒講的 快要40% 對 快要40% 所以他看起來肉肉的 然後他就很困擾 所以等於說 還是要跟他講說 即使你的作息室跟一般人不太 像有一些工作 包括護理師 包括空服員 他的工作時間 其實都跟一般人 朝九晚五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要 你的第一餐可能是下午一點 第二餐可能是晚上五點 第三餐可能是十點 你還是要規律吃三餐 尤其是澱粉的部分 就要特別選擇 比較好的澱粉 對 包括剛剛講到的 DGI的 像是什麼南瓜 地瓜 芋頭 紅豆 綠豆 甚至大家很喜歡吃的 其實義大利麵跟一般我們的白麵 黃麵比較起來 它也是屬於比較DGI的 當然就說 那我就可以吃義大利麵了 但是其實請你吃這種清炒的 台灣其實就是美食寶島 我們太多小吃 太多美食了 所以其實我們永遠逃離不了 醬料其實有一個用法 就是越稀的 熱量越高 對 越稀的 比如說砍雞 對 像比如說醬油跟醬油膏 哪一個熱量高 醬油膏 對 他已經告訴你醬油膏 所以其實基本上 越稀的醬料真的要少用 那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真的要吃甜食的話 或真的要吃一些 糖分比較高的話 麻煩你就是在白天吃 因為白天一般人我們 活動量 工作量都還是比較大 消耗得掉 而且盡量不要在餐後馬上吃 因為餐後其實我們 因為很多人說 我吃完鹹的 就有第二個胃要去裝甜點 對 而且餐廳都會這樣 但是其實我們餐後 其實就是像剛剛頌醫師講到 血糖的問題 我們餐後 其實血糖已經高了 你這時候如果再吃甜食 血糖高上加高 一向到自己的血糖波動 太大的時候 我們的胰島素大量的分泌 其實就會導致脂肪的堆積 減重可不可以吃澱粉 可以 但是就是頭重腳輕 早上中午為主 晚上就盡量少 而且要選擇一些比較好 低GI的一個來源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